要賣也可以 我們一陣子會換 這一批比較是 我跟 我媽媽 跟我們家印尼幫用的話 你們自己的作品 我們一陣子一陣子 之前是一批 剛換過 換過一陣子 之前是那個 有一批 好朋友的話 在之前我們本來是掛一些 越南的 你上次來的時候是越南 因為越南幫用話頭的畫 他的畫還在 要賣也賣 可是我們其實沒有認真在賣就是掛得開心而已 所以你要喝啤酒嗎 你要喝啤酒嗎 你要吃東西嗎 你喝啤酒 那個 那個 我剛剛那個 對 洪德金嗎 對啊 你們要去彈什麼東西 對對對 不管 你老婆叫洪 對對對 那要彈一下 海海博藝 這個 等下是我們的 然後我們一場接一場 幸好我們今天下午 不是幸好 剛好 剛好少了一場 嗯 7點 準時開始 那個下面有賣啤酒一瓶百五 合余賣酒 哈哈哈哈 然後下面有免費的水 那是我們這邊 免費提供的水 好 那個 大家好 我是張正 我是這個書店的 最開始 跟很多夥伴一起創辦 這間東南亞主題書店 我們今天這一場 邀請的是 我其實第二次見到 是我的好朋友 沒有出現的那個好朋友 那個 幫我介紹的一個 南海 太平島專家吧 太平島 曾母暗沙的專家 那個 黑板牆 那 曾母暗沙現在知道的人 當然我才很有限 就要有一定的 年紀的才會知道 有一定的見識的才會知道 所以在座的 就是有見識的人 那 曾母暗沙是我們小時候 書上讀的東西 也從來沒想過要去那個地方 或者太平島 我們前一場講 南海會抬到太平島 那 絕大部分 正常的人都不會過去 有倒霉抽先的人 會抽到 會過去 可是 卻有一個 也蠻奇怪的人 就我們今天的講者 他 他今天穿了太平島的衣服 然後他真的到了那個地方 我不知道他到底有什麼見聞 或者有什麼 有什麼想法 所以我們的 時間 就 我們這場 因為我們也知道 要聽這個 題目的人 不會太多 所以我們就非常 freestyle的 開始進行 那主角的人 也不要客氣 你的啤酒也就拿起來 然後可以幫我們賣一下 就一瓶一百五 然後 那個是 和魚賣酒 是一個台灣 台灣本土的 然後他們用和魚 就是剩下來的糧食 做的酒 所以然後 其實也蠻好喝的 我們為什麼會賣這個呢 是因為從前我們的志工 回來在我們這邊志工 當志工 後來跑去那個公司上班 所以我們就捧他一場 我們就只賣這個東西 我們也懶得賣別的事情 好 來我們歡迎 裴翻牆 大家好 我是裴翻牆 我的姓是 是非的非 下面一個衣服的衣 那個裴 那因為一般人 常常會念錯 所以我通常 跟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我都會再 強調一下我的姓是 怎麼念 那 剛剛 本店老闆有說過 要賣一下啤酒 所以 合余啤酒 是 用剩下的穀物釀造的 絕不浪費 口味獨特 請大家 多多 呃 飲用 呃 價格雖然稍高 可是只要想到它背後的意義呢 我想 應該會喝得很 暢快的 好喝 好喝 好 言歸正傳 呃 其實就像剛剛張先生說的 呃 真母暗沙這個地方 其實蠻有趣的 是非常有趣 因為 呃 我們以前的地理課本 都有學到 中國的四集 對不對 如果 記憶力好一點的話 應該還會記得 呃 另外三集 不管是 對岸 或是台灣 其實都已經改變了 因為 呃 薩燕嶺那邊 已經是外蒙古 獨立了嘛 那西邊的噴斥河 江澤民已經跟塔吉克那邊簽了約 所以是已經化過去了 那東極的話 就是黑蝦子島 也是前幾年才解決的邊界問題 那只有南極 曾母暗沙是唯一不便的地方 那 以現在 儘管是現在台灣這樣的政治氛圍來說 好了 曾母暗沙也都沒有改變過 因為他的地址是 是高雄市齊金區中心里十八林 那有里長 沒有里長 我有訪問過那個里長 他知道太平島也知道東楠 那曾母暗沙的時候 他就說 阿我們在啦 這麼多沙王哪在 對我真的問到他這個問題 所以他其實不知道自己是 全世界最大 廈區的里長 那就是中心里的里長 如果大家有機會到齊金區的話 可以跟里長聊一聊 這個 比總統管的地方 差不多大的一個里長 好 那 這個PowerPoint 其實 不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樣的地方 在座的 我有準備小 小獎品 有 知道地名嗎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 目前我國 我國為二在南海 的領土 說錯了 不好意思 為二在南沙的領土 不是南海 是南沙 我們大家都只知道太平島 對不對 但是照片上的這一塊是 也是我們的領土喔 他的面積不明 因為有時候大一點 有時候小一點 那有時候會左邊一點 有時候右邊一點 但是基本上他永遠是在海面上的 有人要 喝了茶 在茶嗎 哈哈 不過我想我今天準備的禮物也是夠啦 在座藝人哪一個都沒有問題 其實公布達人他是中洲礁 有印象嗎 他的位置就在太平島的旁邊 大概七海里處 在太平島上目測就可以看得到 不過要上這邊是非常的困難 因為他的 退潮的時候 其實 就算是那種巡邏艇都有擱淺的危險 那掌潮的時候 或是風浪大的時候 你根本 難以上這個中洲礁 過去我們曾經在上面 呃 做了一個 插著一個國旗 然後是 以野鳥觀察庭的名義 當作是我們主權的象徵 不過由於風太大 也被吹到海裡去 那後來因為越南也一直抗議 所以後來為了 平息這個南海糾紛 我們也就算了 但是 時不時的會有長官或是 我可能也是唯一的記者 有運氣好可以上到這邊去 我們上次有上去過 我們上次有上去過 那現在就言歸正傳 其實我今天要講的 不是太平島 應該是曾母暗殺 對 題目上好像是這個 好 呃 有幾塊 好 所以題目叫做 我曾到過國境之南 曾母暗殺 我們本來覺得說 太平島是國境之南 那那個時候 我到了太平島之後 我也想說 應該不會再有機會到更難的地方了吧 結果沒想到 有一天 我突然接到一個任務 說 要 再到南海 我一開始想 喔 可能又是要到太平島 結果後來不是 呃 我們要到曾母暗殺 因為我到 原來是內政部 他有一個研究計畫 那時候我們搭乘的是一艘叫做 海岩五號的船 大家應該有印象這艘船吧 海岩五號就是在2014年沉沒的那一艘 非常可惜 因為我們在三月份搭乘那艘船 十月份的時候 海岩五號就沉沒了 在澎湖那邊 所以一開始 我那時候還在想 這麼大一艘船 怎麼可能會沉沒 結果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海上其實 風險是非常大的 隨時都有可能遇到任何 我沒有辦法預測的狀況 現在這一張 呃 這個 不知道後面看不看清楚 就是 這邊 呃 有畫黃線的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是 是 曾母暗沙 他第一次出現在 呃 史料上 因為曾母暗沙 我先講一個好 有趣的故事 那時候 地理老師為了 增加我們的學習慾望 那 曾母暗沙 他這種名字 又不太像中文的地理 所以他很擔心我們 背不起來 所以他 他就想到了 用一些諧音的方式 來讓我們 增強記憶 那曾母暗沙 他講的是呢 就是 曾祖母被人家暗沙了 你們就知道 這就是我們的南疆 從此之後 我從國一 就沒有再忘記掉這個名字 對 後來我也想說 那為什麼不是曾子的媽媽 被人家暗沙 這個好像也講得通 結果總之 我就是從來沒有忘掉這個地方 但是我也從來沒想過 我們會到這個地方 也從來沒有想過 曾母到底是什麼 那暗沙又是什麼 其實暗沙這個東西 顧名思義 它很明顯 它就是在水底下 它不像剛剛那個中洲礁 是一個礁 它會浮起來 它也不是島 它也不是石 它永遠都在海底下的 所以我們的最南疆是在海底下 這個是早就已經公告給世人 並沒有什麼可笑的地方 不是說我們畫了之後才發現這個地方 在海底下 是非常無知的事情 其實不是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把國界畫到這裡呢 也沒有人說得上來 因為當時就是把它畫到這邊來了 所以這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地方 那曾母暗沙就是James 曾母就是James的翻譯 那時候可能是國民政府裡面廣東的官員蠻多的 所以有時候這些發音都是用廣東人的粵語發音來翻譯 所以曾母就是James 那暗沙就是Show Show 其實它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在水底下的暗沙 另外一個也可以翻成癱 所以在我們的史料上可以發現 有時候它叫曾母癱 那有時候變成 詹母沙 最後才定名為曾母暗沙 那並且從此之後就沒有再改變過 那這邊寫的是 呃 其實 它寫的東西也不是很清楚 它是說它在亞西暗沙 然後 講它的深度 大概是二十二旬左右 二十二旬左右 那它的緯度大概是 北緯四度 然後東京是 我自己都看不太清楚 東京是一百一十三度左右 其實這個坐標跟我們基本上 呃 曾母暗沙的北緯三度五十八分 跟東京一百一十二度十五分 是相去不遠 所以說曾母暗沙最早出現的是在 英國的報紙上 那這個報紙叫做倫敦線報 這個報紙現在還存在著 呃 並且從十五世紀開始到現在 一直都沒有中斷過 可以說是英國最久的一個報紙 那曾母暗沙最早就出現在這邊 所以是James Shaw這邊寫的很清楚 好 那講完英國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我們很熟悉的U型線吧 這個線其實 其實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為什麼把國界可以這樣子 只能的畫到人家的家門 有些人會對於這件事情感到不以為然 那去年呃 太平島它的爭議發生的時候 我也有一些比較 嗯 比較 立場 比較特殊的朋友 他會認為說呃 南沙這個地方 反而就不應該是我們的 更不應該到曾母暗沙 因為曾母暗沙在這裡 其實他離馬來西亞非常的近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那現在這張圖呢 就是U型線最早出現在地圖上 他叫做 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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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25年 1936年 是第一次有U型線出現 那那個時候的U型線呢 真的就是一個U型線 不像我們現在是十一段線 或者是中共的九段線 還是斷斷續續的 那個時候就是全部都畫進來 非常的霸氣的一張地圖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 南疆擴展之後 我們就一直拓到這邊 那 基本上當時是其他國家沒有什麼意見 因為 那個時候馬來西亞也沒獨立 其他國家都是殖民地 那我們這樣畫之後 基本上沒有受到任何的抗議 所以 這個就成為我們的 主權依據其一 因為當時沒有人反對 因為當時沒有人反對 好 那後來 我們看到 U型線變成斷斷續續的十一條線 那不過不管是實線還是虛線 基本上都沒有變 這母岸沙一樣包發在裡面 那所有的 南海裡面所有的島嶼 通通都包發在裡面 好 那下一張地圖的時候 這邊就比較清楚了 這邊是中國南海各島嶼圖 上面有西沙、東沙、還有團沙、還有南沙 那團沙群島呢 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南沙群島 那個時候叫做團沙群島 那南沙群島就是現在的中沙 那東沙沒有變 西沙也沒有變 所以說南沙群島其實後來有改過名字 本來叫做團沙 那這個地方其實看了就是很清楚 我們已經把這些島嶼通通都標示出來 不過所有的島嶼其實都有變動過 因為最開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對 事實上我們對這些島嶼是根本不熟悉的 所以很多的名字全部都是用英文的譯名來翻譯的 包括曾母暗沙也是 我們本來在廣東那邊的漁民都有一些當地的土名 像曾母暗沙它的名字叫做沙牌 沙就是南沙的沙牌是牌球的牌 那其實每個島都有它的名字 像太平島叫做黃山馬治 每個地方都有它特殊的名字 黃山馬治是甚麼意思 黃山馬治有人說是海南島發音 治就是島的意思 那黃山馬可能是他們覺得有些象形的意義在 那日本呢 他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其實他對南海也是有非常用心的經歷 那那個時候日本南進嘛 他就一直開始打日才打 海南島這些島嶼全部都被他打下來了 他打下來了之後 東沙早就已經打下來了 西沙也沒有問題 等到到了南沙之後呢 他就把它改成為新南群島 大家有看到嗎 新南群島 表示說它是新拓展的南疆的群島 那這個島呢 其實跟我們現在很像 整個新南群島跟東沙西沙一樣 都是歸屬於高雄州立 歷屬於高雄州 就像我們現在一樣 是由高雄來管理南沙群島的 所以那個時候呢 新南群島出現了 那新南群島出現 其實我們應該要 有時候會抗議一下 這個可惡的日本帝國主義 來侵略我們的疆土 不過日本這一件事情 倒是給了我們一個很好 給了我們好處 因為如果南沙這個主權是有爭議的話 那日本既然已經把新南群島 化歸於高雄了 那日本投降之後放棄了台灣的主權 所以它的理論上 新南群島也是屬於台灣的一部分 因此這個理論是在兩岸都可以接受的 就是新南群島屬於台灣 那台灣已經歸還於中華民國 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這個理論對兩岸來說都是有利的 那日本它這樣做 它也寫在中日合約之中 就是1952年跟我們簽訂的中日合約 那個合約上就是寫著 日本放棄台灣還有東沙西沙還有南沙的主權 但是他沒有說他放棄給誰 他只有說放棄 那這一張是歷史的照片 就是這邊可以看清楚是 中華民國35年12月12日太平建道子 那這就是太平島叫太平島的原因 是因為由太平建道這邊來接收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是我們在太平島上第一個國碑 就是35年12月12日 所以等於說我們不管是U型線還是十一段線 我們劃定了之後 中華民國從來都沒有任何官方的官員到過我們的南疆 所以這個南疆第一次出現中華民國的官員是在35年12月12日 所以到去年的時候剛好是滿70週年 那我們也辦了一些活動來紀念收復南沙的活動 那這個是2012年的我 那時候我第一次到了東沙 到東沙的時候我是搭乘海巡署的尾星艦 那個時候開船到東沙大概是22小時左右 那那個時候我在船上就暈得七魂八死 因為很少遇到這麼大的風浪 尤其是過巴士海峽的時候 不過等到我在到太平島的時候坐了五天的船 你就會發現東沙真的很近 而且後來我也克服了暈船 因為暈船其實是真的可以克服 那這就是在太平島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就是35年的12月12日 就是這個杯 不是同一個吧 跟剛剛前面那個 他後來有重新粉刷過 對 因為那邊的海峰 還有那個鹽粉 所以他的杯需要重新的整修 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之前陳教授連國徽都畫錯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他把整個 整個這邊都塗白了 沒有這一圈藍色 然後還拍照傳給記者 後來才發現國徽 國徽是畫錯的 這個字寫的也太可愛了 因為這個就是完全按照當時的那個字機 然後來把它重新的粉刷 所以 以那個年代來說 應該是有個杯就不錯了 好 我們到民國35年12月的時候 才第一次有官員到 到了太平島 那就更不要提 曾母暗沙他離太平島還有750公里 所以當時我們的能力來說 我們雖然很霸氣的畫出了我們南疆的地圖 不過我們是沒有能力到曾母暗沙去的 直到這一 直到這一艘船出現 我們才第一次有能力到達曾母暗沙 這艘船就是我剛剛說的 2014年沉末的海岩5號 海岩5號它的續航力可以達到50天 再加上它又是一艘科研船 所以這艘船相對來說 不管是對於越南或菲律賓或是馬來西亞 這些南海主導主權的深所國來說 它都是比較沒有爭議性的 因為我們可以說我們是在做科學研究 我們只是路過那邊才集一些海水的樣品 如果說我們今天做的軍艦到了曾母暗沙的話 可能引發的糾紛就不會是後 我等一下會說我們做的海岩5號發生糾紛 就不會這麼輕易的被趕走而已 那海岩5號它的最大航數其實可以達到20幾 不過以南海的海巷來說 其實要開這麼快是很難的 而且對船的引擎也有影響 所以我們就是花了7天的時間 才從高雄的珍愛碼頭一直開到曾母暗沙 那7天的時間呢大家會其實 如果是我以前坐在那些軍艦啊或者是運捕船的時候 我一定會覺得很痛苦 不過海岩5號非常酷的地方就是 它海上都有WiFi電腦都可以通 所以我可以隨時隨地的跟任何我想要聯絡的人聯絡 然後我朋友都會說你不是去南海了嗎 我說對啊我在海上啊 他會說怎麼可能 我說我們船上有網路 大家都不相信 但真的有 不過我們出發前 就發現一件很吊詭的事情 因為內政部的地震 地震司 方育科 他跟我們 是這次的計畫的主辦單位 他們希望我們能 呃 由於南海情況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複雜 但是我們的 國土卻一直都沒有得到 得到一個比較 比較有實質上的考察過 這樣子在國際上會很難跟人家爭辯 這個地方真的是屬於我們的國土 雖然到那邊去也不代表真的就是屬於我們的國土 不過至少你仍要到過 結果我們到了內政部開會的時候 那邊的長官就跟我們說 呃 由於這一次呢 是行動比較秘密 所以希望你們不要打卡 我就會說 欸長官怎麼可能打卡 那邊根本就沒有網路啊 他就說 船上有網路 但是希望你們不要打卡 並且在行前盡量低調 我就說 可是我已經告訴我媽 我要去徵馬上 怎麼辦 你們會把我滅口呢 他就說 這個不會啊 跟家人講一下是應該的 不過最好是 不要讓其他的媒體知道這件事情 我就說 可是我就是媒體欸 他說 對你們是我邀請的 所以不算 但是其他媒體因為怕 呃 怕有人會抗議說 為什麼當時要給大愛台 這個獨家的機會 呃 所以希望我們不要再告訴其他媒體 有這件事情 不過他們那時候選大愛台 其實跟叫我們不要打卡的原因 我覺得 也是可以理解的啊 因為大愛台相對來說 沒有什麼政治的包袱 那他就是 報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會跟大愛台聯合作 應該也就是因為 讓整件事情變得 預防有可能出現的爭議而已 所以那時候我就答應他說 好那我就不打卡 那我也 不告訴其他媒體 但是 就是家人朋友 會告訴他們說 我要到增磨暗殺了 不過其實我覺得 轉過來多心了 因為我有時候跟人家說 我要去增磨暗殺 人家會說 哦那是哪裡 這 而且很好笑的事情就是 因為我們每次出差都要先 公司要幫我們保險 所以我就 我就 請公司的人資幫我保險 他就說 你這次要去哪裡採訪 所以國內還是國外 我說是國內 他就說 哦那是哪裡 我就說增磨暗殺 他就說 蛤? 國內有這個地方嗎? 我說有 真的有 你可能忘了 他就說 好 然後保險公司就聚保 他說 國內沒有這個地方 我就說 可是他是高雄還有里長 他就說 人家就不知道這個地方啊 我說那為什麼太平島的時候可以 他說因為人家聽過太平島 那人家沒有聽過增磨暗殺 覺得這地方可能很危險 就不讓我保 最後 我們是找了另外一家公司 不知道用什麼理由 反正 最後還是保了 不過 又可以 呃 從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呃 之所以我們畫了國土之後 但是 歷史 地理課本也學到了 可是 大家都覺得這個東西 是虛無飄渺的 是 不切實際的 我覺得這跟我們 教育可能也有關係 因為我們就是只知道死背 事實上 有沒有人在課堂上問過老師 曾母暗殺 什麼是暗殺的 我相信沒有 因為包括我在內 我也就是把它背下而已 我從來沒有想過 他暗殺到底什麼意思 我也沒有 我有問過 你有問過嗎 老師說 課本這樣講背下來就對了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教育 就是這樣子 他會就是說 叫你背下來就對了 那暗殺是什麼 我相信說不定 叫我 曾祖母被人家暗殺的 那個老師 他可能也不知道到底暗殺是什麼 說不定他真的沒有想過 暗殺是什麼 他覺得應該是一個小島吧 其實 有嗎 這麼好啊 你老師這麼好 這麼好 這麼好的老師 小學就教了曾母暗殺嗎 哇塞 真的啊 我們 他有教曾母嗎 沒有 沒有沒有教曾母 但他告訴你暗殺是什麼 對 哇 這個小學值得大家 要去讀 所以 因為我們 好 國一才學的啊 你們小學就學了 所以 國一吧 大家都國一吧 正式 台灣 所以有教到曾母暗殺嗎 正式台灣教曾母暗殺 對 就是高雄 高雄的南方 這是好事啊 我覺得 OK 反正我們就坐了這艘船 晃了七天之後 到了 曾母暗殺 我們到曾母暗殺 的時候 其實曾母暗殺 就像我剛剛說 他是在海面下 所以說 不像你到太平島的時候 你遠遠就可以看到 有個東西浮在海面上 那我就很擔心曾母暗殺到了 但是我錯過了 對 因為 你不知道你到了啊 海上都是一樣的啊 都是 就是海嘛 所以我就 預先問了 海鹽五號上的研究員 以我們現在的航程 大概多什麼時候會到 他就說 隔天早上的六點 因為他們能調整時間 不希望太早 也不希望太晚 最好是到了之後 不久 大家可以吃完早餐 就可以馬上研究了 因為原本 我們出發之前 我們就有預估 應該是會被 馬來西亞的海軍干擾 所以我們希望 一到曾母暗殺之後 就以最快的速度 把我們該做的事做完 並且盡可能的 獲得更多的資料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播了鬧鐘 所以隔天我就 五點多的起來 準備迎接 我國南疆的 低到曙光 真的 我就很早起來 我本來以為大家會跟我一樣 一早 大家都已經等在那邊 要看日出了 結果沒有 大家都還在睡 還有人問我說 欸你平常都睡到九點 怎麼今天那麼早起來 我說 因為我要開 因為我需要 其實我也需要拍攝 我要把照片拍出來 雖然我不管哪一天拍 我告訴人家說 這是曾母暗殺 人家都不知道 那到底是不是曾母暗殺 因為看起來 就是一樣 不過至少我 我要對此我自己 報導新聞記者的良心 所以我在那邊 我拍照之後 我還一直告訴你 這是曾母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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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一個北緯四度的 這樣的坐標 你真的沒有什麼感覺 都是一樣的樣子 總之我們那天到曾母暗殺 我看到雷達上 上面的確也寫的是曾母暗殺 因此我今天會坐在這邊 告訴大家 曾母暗殺的事情 好 那到曾母暗殺的途中呢 我們先經過中沙 中沙 呃 其實我們叫群島 但事實上 它只有一個黃岩島 是浮在海邊上的 那個黃岩島 大概 大家有看過那個 花瓶雨嗎 北方山島的花瓶雨 大概有點像那樣的感覺 就是像一個石柱一樣 浮在上面 所以我們到曾母 呃 中沙附近的時候 我們就先把這個快艇 放下來 試試看它的性能 因為我們到曾母暗殺的時候 要派潛水員下 下海去拍攝 曾母暗殺的實際狀況 所以我們在東沙的時候 先試船 那我就在這邊 所以 下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家看這樣子 好像 沒什麼波浪 但是一下去之後 喔 我又開始想吐了 因為 你在那個小艇晃得非常厲害 那我們就在那邊 感受一下 中沙海域的感覺 那 水 那個海浪 見到我身上的時候 我還 把中沙的海域的海水 舔了一下 那我也不會跟大家說 祖國的海水 都是舔的呢 我也不會說這種話 他還是鹹的 不過 至少我就告訴自己 喔我真的到了 中沙了 那我馬上就要到南沙 好 結果我們快要到真母暗沙的時候呢 船上飛來了 一隻貓頭鷹 你們會覺得奇怪 貓頭鷹 如果飛來海鷗 也許沒有什麼了不起對不對 可是我們飛來的是貓頭鷹 那你們覺得是為什麼 有人帶貓頭鷹 上船 哈利波特在船上 好 其實 打野很簡單 因為真母暗沙 其實真的離馬來西亞非常近 所以他可能是從馬來西亞 飛過來 然後迷途的貓頭鷹 所以他就飛到船上來了 那就造成船上一陣騷動 大家紛紛跟他合照 那他也就很乖 站在那邊被我們拍 拍完之後 大概隔天半夜的時候 他就飛走了 那後來我們到真母暗沙以後呢 我們發現那邊不適合 再把剛剛那艘小船 再放到海裡去 因為 我們第一次來 不知道下面到底有什麼 所以擔心危險 所以我們就決定放下水下攝影機 由攝影機來代替 我們的人眼 親自幫我們看一下真母暗沙的樣子 所以真母暗沙是這個樣子 這就是真母暗沙 欸 大家會覺得說 南疆原來就是這樣子 坑坑巴巴 像月球一樣 不過你們不要小看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其實他會不斷的冒出氣泡出來 你知道這代表什麼嗎 代表水底下 傳說中的原油跟天然氣是真的 所以他會冒出來 所以 一開始我們看到這個時候 我都覺得很失望 因為我看過大陸的中國國家地雜誌 他們有到真母暗沙潛水下去拍過 他們 照片上的真母暗沙是非常多珊瑚礁 然後有熱帶雲的地方 不是像這個地方 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就在想 奇怪珊瑚礁咧 怎麼都沒有 為什麼 我們看的跟雜誌是不一樣的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真母暗沙它不是一個點 它是一個區域 那個真母暗沙它的面積有2.12平方公里 所以說我們現在到的這個地方 其實只是真母暗沙的最北方而已 如果我們繼續往南開的話 也許可以看到像大陸記者他們一樣看到的美麗的海景 但是沒有 因為我們只到了北方的這個地方 結果為什麼我們只到北方呢 因為 在36個小時之後 馬來西亞海軍出現 他就對著海沿5號 用無線電廣播 問我們 我們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我們的 想要到哪裡去 結果這時候呢 這個整趟計畫的召集人 他是海洋大學的李昭新老師 李昭新老師他是一個安全至上 然後他也覺得 這一趟的任務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到真母暗沙 並且已經研究了36個小時 對 至少不算是空手而回 不是一到真母暗沙 或是還沒到之前就被馬來西亞趕走 所以其實對他來說 這已經是堪稱可以告慰 列祖列宗的一件事情 總之呢 立刻就掉頭 我們就走了 我們還來不及反對 或是內政部隨傳的官員 還來不及跟 呃 台北這邊報備 討論一下我們到底要不要走 或者說我們迂迴 或者是繞一下 假裝要回去 然後再回來 都沒有 我們就決定要走了 後來我就問內政部跟我同船的那一位 長官 我就說 台北的這邊同意嗎 他就說 只要是出海的時候 都是船上的領隊跟船長最大 那當領隊跟船長都同意要返航的時候 就是 降在外軍命有所不受 所以沒有任何的辦法 可以讓他改變他的主意 最後我們就36小時的真母暗沙之情 然後再往回開 但往回開我就想 哇可以早點回家了 結果不是 因為其實剛剛中沙那邊也是沒有人到過 也沒有人研究過 所以我們就把中沙那邊研究了一趟 在那邊又待了7天 最後再回台北 總之這整趟的旅程就是花了我22天的時間 然後在真母暗沙待了36小時 但是至少我們拍了一張合照 對我們就拿著國旗 然後 然後這邊還有寫的經緯度 那是還擁抱了33號字 那我還穿著國旗背型 這是我在太平島也穿過的國旗背型 因為我覺得到這麼有意義的地方一定要穿著醒目一點 不過我一直很納悶的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這麼低調的去做這件事情 包括我們出發前包括我們在路途中跟包括我們回來之後 其實大家在新聞媒體上都沒有看到這個消息 那最後我在南疆的史料展 在國父紀念館展出的時候 我看到了這張照片 他下面的圖說是 考察南海南部 那他也不敢寫明真母暗沙 不過我還是在那邊打卡 我想既然你們都把我趕走了 那我就在那邊打卡 所以我就成為Facebook上第一個在真母暗沙打卡 那這一位就是李昭新老師 那既然看到這張照片 我想順便懷念一下這一位林小姐 後來海沿五號失事的時候 兩個罹難者之一 他也是其中一位 所以說就是這些科學研究者啊 為了我們的海洋付出了很多 包括自己的生命 但是他們研究的過程 包括他們研究的地點 卻是這麼的秘密 這麼的低調 我覺得為他們來說 對他們來說我非常感到惋惜 好 那這張圖呢 大家可以看到太平礁不是最扯 你知道中華民國最南端領土 是沉在海裡的真母暗沙嗎 那去年太平島的事情爭議出現之後呢 我就看到了這個新聞 而且這是商周的一個報導 那商周的編輯居然還把我們在中周 中周交採訪的照片來用 那彷彿是要告訴大家 這就是真母暗沙 因為真母暗沙是海 他如果光用那張海的照片 可能不會構起大家閱讀的欲望 於是他就用了我們 當時報道的照片 來當成這個文章的配圖 後來我們就抗議 抗議之後他就把圖撤掉 並且道歉 但是就像我剛剛一開始說的 中華民國最南端領土沉在海裡 那我想應該是稍微認真一點的學生 或是老師應該都有教到 真母暗沙本來就是沉在海裡啊 如果你現在才會覺得很扯的話 那最扯的應該是作者本身 而不是中華民國吧 對不對 我是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啦 這就是周圍好像這樣 蛤 這是人家文本 不知道嗎 他 你跟他很熟嗎 不熟 我以為 他很有名 我知道 我以為你要幫他講話 沒有沒有 我只是想要說 勾起你們兩個鬥爭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因為 那時候我看到我真的很氣啊 我去年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原在海生威 對其實 我去的地方都蠻另類的 我在海生威工作了兩年 那我看到 那時候我準備要回台灣嘛 那我看到這些報道跟太平島的事情之後 我就決定再去太平島採訪一次 所以我今年二月份時候又到了去太平島 所以我現在要穿的衣服就是太平島的伴手禮 沒想到太平島還有賣T恤 現在太平島有賣T恤 還有帽子 好 這個是 你就是罵人渣的門要求的 是 好 這張照片呢 是我們第一次到太平島的時候 即將要抵達太平島的時候拍的 那時候太平島的碼頭還沒有蓋好 所以我們要坐著像這樣的接駁船 才能上岸 那其實太平島 對我們的意義來說到底是什麼呢 因為 這個太平島如果是島的話 它就有 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 所以說等於說 從太平島往外延伸200海里 它海底下的資源 我們是有低順位的優先權 不過 200海里到得了真母暗沙嗎 其實還到不了 因為一海里等於1.8公里左右 那200乘以1.8公里 還到不了真母暗沙 真母暗沙離太平島750公里 那 太平島跟真母暗沙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可是 如果是 以大陸礁層來說好了 真母暗沙離太平島750公里 但是 太平島的大陸礁層往外延伸的話 是有750海 是有350海 所以 350乘以1.8公里的時候 差不多就可以到真母暗沙了 至少可以到那附近 到那附近的話 其實 開採油田理論上來說 我們都可以分一杯羹 大家說是不是 對 所以這是它的意義在 但是 太平島它 我們今天保有它 只能說未來也許有機會可以分一杯羹 但是如果 沒有太平島的話 就 想都別想 因為其實 你今天說 我們要開採南海資源 因為其實 在太平島的200海里或350里 不管是幾里 都一樣 那個油就在人家的家門口 那 你要去開採的時候 你勢必 得要去 跟人家 就是 我們說的 共同開發 擱置爭議 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 沒有人要跟你擱置爭議 所以共同開發的問題 其實也蠻大的 像我們在曾母安沙被人家趕走 同樣的情況 中共在曾母安沙那邊演習 馬來西亞的海軍說 沒有得到情報 所以 中共在那邊演習了好幾天之後 就開走了 馬來西亞說他們不知道 結果我們才看到曾母安沙36小時 就被趕走了 所以很顯然的是 曾母安 馬來西亞它 有差別的待遇 那馬來西亞其實他也蠻聰明的 因為他知道 反正我就是在那邊開採油田就好 那 你中國大陸跟我用便宜的 我便宜的賣你 你不要打擾我開採 所以這是對大家都有利的事情 那我們開到曾母安沙的時候 可能事前 因為太低調 馬來西亞也不知道 所以他 可能會懷疑我們到底要幹嘛 因為事實上 如果我們事前有先知會他們 說不定我們也不會被趕走 那其實 大家可以來溝通一下 有什麼 有什麼樣的意見 可不可以幫我拿來按號碼 那個 可不可以幫我拿來按號碼 有沒有 哇 你真的太很多東西了 因為我今天準備了 五瓶太平島的沙 帶回來 帶來要給大家 因為我看 我本來以為今天會沒有人來聽 所以 所以我剛剛已經在喝啤酒 但沒想到 為什麼大家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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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沒按參加 就讓大家講一下 我們 趕來這邊 就會讓大家都有機會拿到 麥克風 那今天人反而不多 所以你一定會拿到 你就拿到 你如果真的什麼都不想講的話 你就 傳給下一個人就好 我們就一直繞一直繞 好 你是要發問的才送沙嗎 沒有沒有 我們現在超過五瓶 可以先 很尷尬 先搶答 那我之後可以再快遞到 有沒有誰有 先想要說說什麼 請教一下 超級年前 有一本D雜誌 他有報導過 那個 中國大陸在鄭觀香 好像 我記得好像在水面底下 他有那個 立個杯 好像是在水面下 立個杯 還是在那個場面上 有一個不標 那我意思說 中國這種 動作 對於他們主張 那個 主權的主張 有任何意義嗎 謝謝 謝謝您 你不用認 沒關係 其實不管是杯 或者是 我剛剛說的那個 中國國家地理雜誌 他們的記者 也有在下面 帶了一個 水晶柱 三角錐的艇 然後放在那個珊瑚礁上 但我覺得 對海面下來說 都 意義都不大 因為 就像我剛剛說 中洲礁上面的 我們的 野角觀測站 都會被風吹走 你在海裡一樣 是會飄走 所以 我覺得 都只是一個 象徵性的意義 那如何 讓別的國家 來 來 承認 承認你的主權 主張 我覺得這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因為在海底下 除非你就是 常常派人下去 潛到水底下去 看我的杯海 在不在 要不然的話 我覺得 可能在 杯放到海底下 大概沒多久 就要換一塊了吧 因為 海的侵蝕啊 加上 洋流 這都會造成杯的損壞 我覺得那個意義是不大 不好意思 蘇香 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以往對於所謂領土的概念 大概是 你人可以 站在上面 至少 至少有一個衛兵 可以站在那個地方 那 這麼按照 它本身是整個 是全部層在海底面的 那 這樣子 就是說 在國際上 有這樣子去 宣稱主權 它為什麼是領土 而不是領海 因為 因為 如果說下面有 下面有土地 就可以宣稱領土的話 那 我想整個全世界 整個地球 都是有地殼的啊 那不就可以 無限制的去宣稱自己領土在哪裡 那它為什麼是 不是領海 而是領土 我有 我一直有 就是今天來聽以後 我有這個疑惑 其實這個問題 我也問過 師範大學的 國際法老師 之前 呃 他有回答我 他叫王冠雄 他也很有名 他跟我說 其實曾母暗殺 他我們的主權要求 以現在的 國際海洋法來說 是有抵觸的 所以 如果說今天 我們再繼續 這樣子 來宣稱的話 事實上是 不可能被承認的 不過我們 宣稱的時間 是在 1933年 那個時候還沒有 國際海洋法 所以基於後法 不押前法 不追溯既往的原則來說 那樣子的主張 在當時 其實也是有其他先例的 並且 U型縣到底是什麼 我們 到現在我們 兩岸都沒有說清楚 有人說 他是島嶼歸屬縣 等於說 縣內的所有島嶼歸我們 但是我們並不妨害別人 在南海通過 這個情況目前 實際上也是這樣子 但是島嶼歸屬縣之外 又一派說法 就是水域縣 所以 大家都是眾說紛紜的狀況 那 除非官方 他有一個很明確的說法 事實上 我們的這個 U型縣 目前來說 可能內部需要先有共識 我們才可以在對外 宣稱這個東西 到底是什麼 那最妙的地方是 U型縣不是有11段嗎 但是每一段的坐標 到底在哪裡 都沒有人知道 從來也沒有標過 我們就是這樣子給他這樣畫下來 反正最難一定要到增骨岸山 那東沙西沙 中沙南沙 都要花花在裡面 這樣就對了 但是每個坐標 有時候可能 左一點 右一點 上一點下一點 這個 其實肉眼我們也看不太出來 謝謝 就傳下去了 所以現在是強迫大家發言 沒有沒有就是 傳要講就講 不講就傳給下一個 我們很自由 我們很自由 那個 我想問一下 就是 在這樣子的 就是去研究 張摩安沙的島 他除了有 商業 經濟上的價值之外 他有沒有 在看起來 他有沒有其他的 值得研究的地方 或者是他價值在哪裡 這樣子 其實 對所有人來說 他最重要的價值 除了經濟以外 就是他 南海是一個很重要的航線 等於說從馬六甲海峽 甚至他旁邊 是各個通道 甚至從非洲過來 都要經過的這個地方 當年鎮河要下西洋的時候 也是通過南海過去的 所以這個地方 除了經濟價值以外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航線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地方 真不安沙當然就是這兩點 那其中就是 以經濟價值是優先 因為據說他下面的原油 是有到170億桶 那以台灣目前的用油量來說的話 是足夠我們用70年 就是 當然這是我們自己開財 然後也沒有人管的狀況 所以可以讓台灣人用70年 不過這情況當然是 不太可能發生 但是基本上 從我一路往南看到 海面上看到很多很多的專油平台 就可以知道 南海它其實 以油原來說 或天然氣來說是真的 而且最近又發現了新能源 像可燃冰啊 像猛河球這些 未來有可能在石油被淘汰 或是石油被取代的情況下 出現的新能源 在南海其實都陸續的被發現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除了領土來說 經濟上 還有它航線上的價值也是非常重要 不好意思 剛才到可不可以請 簡述一下剛剛講什麼事情 然後我比較有興趣的是 它那個水下的資源 有什麼潛水可以看到的東西 如果開采石油的話 會造成像美國 污染環境的情形 謝謝 水下的話 先回答您第一個問題 以南海來說 它的水下其實都是非常漂亮 因為我們有看到一些學者 它潛水下去拍攝的照片 不過水下資源 以觀光來講 好了 這個東西就是非常兩難的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 東沙它其實是國家公園 但是東沙這個國家公園 可能跟曾母安沙一樣 很多人都不知道 東沙它是國家公園 並且很多人都會質疑 為什麼國家公園我不能去 對不對 其實國家公園就是要給它去的 至少申請之後可以去 可是東沙 它成為國家公園之後 它卻遲遲不敢開放 它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就看小琉球就知道 小琉球它的海底 在過去觀光客沒有這麼多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漂亮非常美 那最近垃圾已經多到它的驅公所 我都不知道怎麼處理 那並且在海底下造成很多污染 海底下的垃圾可能也會造成 好不容易富裕有成的綠漆龜 的再度傷害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的水下的景觀 當然是毋庸置疑 不過到底要怎麼開放 或者是開放之後 到底會帶來什麼樣的效應 這可能就是大家還要再評估的地方 那不過我剛講的是東沙 那以太平島來講好了 大概開放的可能性應該是零吧 因為第一個 我到太平島的時候 我坐船花了五天嘛 那五天的時間 如果以一般上班族的年假來說 你開到太平島的時候 你的年假差不多就沒有了 那你回來的時候 就要被公司扣薪水了 所以基本上 坐船來說 是沒有人可以到太平島的 那你要坐飛機呢 飛機的話太平島是有機場 不過它是軍用機場 而且目前只有C13洞 就是空軍的 叫號稱老母機的那種運輸機 飛得到 那飛一趟的話 光油錢就要四百萬 所以這個成本是非常高的 當然你也可以開放小眾 比如說如果中了樂透 想要去太平島玩幾天 也包一台飛機 如果政府核准的話 也許可以這樣做 就是增加一些財源 不過以它現在的國際形勢來說 應該是不太可能 因為太平島那邊 宣稱對太平島主權的國家 其實蠻多的 像越南菲律賓 那不用說 當然中國大陸也是 所以在那邊的情勢 我覺得相當詭證 我們到太平島的時候 很有趣 剛好那個 東森的那個是什麼 包街是不是 包街 對對對 剛好那天晚上很有趣 我在太平島指揮官房間看電視 那那天的主題就是 他們得到的消息是 越南已經包圍太平島 正準備要進攻 他如果開放call out call in的話 我本來要打電話 告訴他我在太平島 目前蠻平靜 蠻太平 並沒有看到任何越南船隻 不過這也不是違言聳聽 因為當時我們坐運捕船過去的時候 船上的船員告訴我說 有時候 有時候越南的漁民會去挑釁他們 會包圍我們的運捕船 就是故意的去靠近 去有一些挑釁的動作 那他們跟島上的海巡署的住房的官兵 反應這件事情 他說 島上的長官跟他說 我們也幫不上忙 請你們自衛並小心安全 所以其實越南對太平島 他的企圖心是一直都是存在的 那就像剛剛上一場 黃博士他也剛好提到這件事情 就是如果越南打太平島的話 那中共一定是不會做事 那最後我覺得妙的不是中共把太平島搶過去 妙的是中共搶過去之後還我們 那我們要不要 這個是比較有趣的現象 他說我們幫你打回來還你 你要嗎 你不要嗎 所以這個事情應該是希望他不要發生 那像這位小姐剛好提到真母暗殺的話 真母暗殺 如果你想去真母暗殺 其實可以 你從馬來西亞去 因為大陸的記者 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的記者 他們就是在馬來西亞的明都魯包船 從馬來西亞過去真母暗殺拍攝跟採訪 但是如果這樣做的話 等於說我們變相承認了馬來西亞主權 所以我們要 我們是不會做這種事情 但是如果你要到那邊去扶錢 要去那邊玩的話 那邊其實已經 有人在做這些 雪上休閒活動 而且馬來西亞它佔據的南殺 有一個叫做 叫做彈丸礁 現在已經開發成了度假聖地了 如果小姐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真母暗殺去玩 並且也可以打卡 因為這部不會管你 因為這部不會管你 馬來西亞的嗎 其實是國際上都有 包括殼牌也在那邊開發 對 石油 對石油 馬來西亞它很聰明 它把國際的勢力引到這邊 並且它在主權上 它不會跟中國大陸有什麼樣 太 像越南跟菲律賓那樣子 比如說菲律賓把南海改成西菲律賓海 越南把南海改成東海 所以馬來西亞並沒有做這種事情 它就是默默地去開它的油 並且它還賣出去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共去演習 它也假裝沒有看到 這就是他們 就是 石油 對他們 國策 等於說鴨子滑水 其實他們一直在經營那一塊 謝謝 你是有想要去投資嗎 沒有我想要了解一下 其實他們 其實不需要太大的 一些比較強勢的動作 他們這樣已經獲得了他們的經濟下去了 對 因為像我剛剛提到那個彈丸礁 它是在1980年的時候 馬來西亞才上去佔領的 那他們佔領之後 其實我們的外交部也有發出聲明 就是會去抗議 但是我們抗議 就是老生常談 每次都是說 我國不承認 或是反對這種情況 除此之外 我們也拿不出其他的對策 因為我們這些地方 連自己都沒有去過 你要怎麼去說服別人 自己沒有去過的地方 我們我們的主權到底在哪裡 沒有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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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延續一下剛才 我延續一下剛才的話題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 我們有說 我國對於這些 可能 東南亞 南韓這些諸國 比如說 我們不承認他們這樣子的 作為 那 曾不曾經被人嗆過說 他們不承認我們是個國家 這樣子的狀況發生 這樣的狀況應該是 一直都在發生吧 因為 像 以菲律賓為例好了 菲律賓他在 除了抗議太平島之外 他還會強調說 由於 我們一個中國政策 所以 太平島問題 我們要跟老共來談 這是菲律賓他的說法 那 以越南排華的那個時候來說好了 他 雖然不承認你是一個國家 但是他還是知道 兩岸是有分別的 所以 今天他為什麼排華的時候 他也要砸台灣人開的場 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因為太平島被 在他們眼中 我們就是竊據的嘛 所以不管怎麼樣 南海有事情 不管是哪裡人 他還是這樣砸你的東西啊 所以 我們不要覺得說 好像這件事情都跟我們無關 我們一開始都覺得無關 最後到去年才發現 其實 倒楣就是我們 因為最後別人出去談判的時候 也不會邀請我們 不過 去年這件事情 其實在2011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徵兆了 因為那個時候 菲律賓開始把 南海改成西菲律賓海 然後 越南他也不斷的抗議我們 在南海的行動 包括我們 有一些住房啊 包括我們 放了一些泡上去 他們都要抗議 但是我們那時候 一貫的認為 這件事情都跟我們無關 甚至很多人認為 太平島 可有可無 跟我們 關係不大 對我們來說 我們還要花錢 去養那些兵 非常的沒有意義 但等到最後 仲裁給我出來 才發現 我們是 最大的損失國 所以這些地方 呃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 關心他呢 其實現在來講一講 好像 已經有點晚了 但是也許 就是 未來在談到這些議題的時候 民眾可以多一些的意見跟聲音 這樣讓政府 在 處理一些事情的時候 有一些後盾 或者是 有一些 頭緒在 因為 呃 我們現在通常都是政府 他就是做了就算了 或是政府發出任何聲明 這些東西 其實 這些東西跟我們都很相關 但是 這些東西出來之後 並沒有得到 民間的回響 或是民間的反應 所以一直以來 就這樣延續下去 不管是哪個政府 上台 都是一樣的 像去年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 蔡英文在當總統 那蔡英文的聲明其實 跟馬英九 或是跟李登輝 陳水扁 一點 改變都沒有 不管誰當總統 我們的聲明就是那樣 不痛不癢 我們不承認 主權在我 然後 大概是 我們現場的人 大概 都可以寫得出來的東西 所以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要怎麼樣 有力的 來 保衛 我們自己的國土 或是 主張呢 這就是 也許 大家聽完回家 可以想想的問題 可是你剛剛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想去太平島 其實一般人是沒有管道區的吧 所以 呃 我去太平島採訪了兩次 那 其實說實在這兩次 我都必須要 透過 立法委員的 的 為民服務 我才 我才能被核准 因為其實 呃 不管是 呃 海巡署或是 國防部來說 他其實最好是 不要有媒體上去 呃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因為我們上去之後 也許就會 看到一些 官兵 散漫啊 或者是 破壞環境啊 奇烏龜啊 這種情況 但這種事情 他們都不希望發生 當然我 我並不是說 他們在島上不辛苦 然後 把島上搞得很亂 當然不是這樣子 只是 他們這樣子的態度 只是 讓 民眾對這裡 越來越陌生 因為當這個地方 你去不了 媒體也不報導的時候 這個國土 對我們來說 就沒有感情 你唯有 常常看得到 常常聽得到 這樣子 你對他才會有一些 才會有一些 感覺有一條線連著 不管你到不了 那個地方 像小時候 我們的那個 漁業氣象 常常都會聽到 彭嘉宇 外海中浪之大浪鐘 對不對 其實那個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漁業氣象 自從沒有漁業氣象之後 彭嘉宇這個詞 也很少聽到 所以可能很多人 久而久之 就不太清楚 彭嘉宇到底在哪裡 那太平島 就更不要說 因為氣象 也不會有太平島 颱風 吹到太平島 我們氣象也不會爆 好像那個地方 不是我們的國土一樣 但是 今天大陸 他就有他的企圖心 因為他把 西沙 中沙還有南沙 合併成為一個三沙市 那不管是什麼時候 他的氣象一定會有 三沙市 天氣幾度 那邊的濕度什麼 都會把他報導出來 雖然 三沙市 你要說西沙的氣溫跟南沙 可能還是有點不一樣 所以你要說三沙市的溫度 到底多少 這個其實不太準 但至少 這是他 展現他 主權的 的一個方法 而我們 卻是 對他 不痛不癢 你想要去找東沙南沙的資料 其實都不太容易 而且高雄市政府還做一件很妙的事情 他把東沙跟南沙自己合併成為 東沙、南沙、環礁、國家工人 你們可以在齊津區的網站看到這件事情 我有寫信去給他們的區公所 那後來他們也沒有改 所以我們對這些地方是非常不了解 並且非常不重視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說要民眾怎麼樣去支持 支持 或是抗議 國際法庭對我們的傷害呢 因為我們對他根本就不了解 所以我們根本就 沒有辦法說出什麼真正的道理 才會出現像人渣文本那樣的文章 他完全牛頭不對馬嘴的 把太平礁跟東沙南沙扯在一起 你說高雄市他怎麼可以設國家公園 因為東沙他 南沙都歸在他的齊津區管轄範圍嘛 所以他把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跟南沙合併了 變成東沙南沙環交國家公園 對 那我要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剛剛那一瓶沙是太平島的沙 不是東沙的沙 為什麼要強調這一點呢 就是因為太平島他不是國家公園 所以你從那裡把沙帶走是合法的 但如果今天在東沙帶走一草一木 哪怕是一片枯葉 那都是違法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強調這一點 我今天不是帶著沙來 就是違法的事情來跟大家分享 其實今天本來真的沒有想到有別人會來聽 本來就是我們自己當然要聽 所以各位來聽 其實你們如果願意再多講一點 我覺得也很有趣 就是大家還是會關心這件事情 還是對 我不知道你們是對真母暗殺有興趣 還是對南海有興趣 還是對什麼有興趣 還是剛好這個路過就走上來 可是上來還要付費 你應該不會那麼容易走上來 有要說嗎 比較好奇啊 那個沙 你看他包裝的樣子 他真的很像畫欸 所以那邊真的有那個嗎 是要去畫這個包裝的T恤 你去問這個嗎 對啊 我第一次到太平島的時候 其實島上是連福利社都沒有 那當過兵的男生應該都知道 在部隊裡剪頭髮是有理髮阿姨的嘛 不過第一次到太平島的時候 島上也沒有任何一個女生 所以也沒有人會理頭髮 所以理頭髮就是 比如說我們兩個頭髮長了 我們兩個就互相理對方 反正隨便剪 島上也沒有人看得到 所以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在那邊也沒有任何的福利社 買不到任何的東西 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著運捕船 運到了太平島去 那等到我今年再到太平島的時候 島上有一些改變了 島上有福利社了 福利社他每次運捕的時候 會運一些泡麵阿飲料阿 那島上的指揮官也覺得說 既然這是我們的國土 所以我們要做出一些伴手禮 雖然能夠到那邊 有機會去買購物的機會不多 那伴手禮中間呢就有T恤 那版面給大家看一下 後面還有地圖 對 那版面是這樣子的 那它還有好幾種顏色 有粉紅色、有綠色、有藍色 另外還有帽子 還有明信片 因為這些都是 等於說是國家的 尤其是明信片等於說是國家主權象徵嘛 因為郵政之所及 主權之所在 是這樣的意義在 所以它就製作明信片 那希望大家到太平島的時候 都能夠在那邊寄出去 蓋郵戳 不過最有趣的地方是 在太平島的郵件 你們知道是哪裡來的最多嗎 是大陸寄過去 因為我覺得他們做生意真的有一套 你只要寄過去蓋了一個戳 他們在淘寶上馬上升價十倍 他只要寫個地址再付個回郵 我們就會把它退回去了 所以在太平島上最多的 不是阿兵哥家裡寄來 也不是女朋友寄來 而是大陸寄來的人家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來這樣的 因為對極歐的來說 南沙太平島 這也是跟阿里山一樣 都是非常有名的地方 那但這個地方 你沒有辦法去觀光 但是郵戳就更顯得珍貴 可是他們怎麼能接受 上面蓋的中華日本的郵戳 可以啊 我們也可以寄信到大陸 這是一樣的啊 只是我們寄信蓋的是台北 他退回去的郵件 蓋的就是高雄太平島 這樣是非常直接的東西 所以我們也只能 我們也能這樣做嗎 可以啊可以啊 你就寄信到太平島 你就地址寫好 然後他就會把你退回來 你就會有太平島的郵件 這事情很多人都這樣做 之前還能寄到釣魚台 對 我覺得剛剛那釣魚台 二九的問題是 你寄過去永遠不會有的啊 你說錯吧 因為那邊根本沒有國區 你說寄到哪裡 二九的那個釣魚台啊 對 所以釣魚台那個就是直接在宜蘭那邊 就把你退回來 太平島會真的到那邊 對 太平島會到 東沙也會到 但是 真母暗沙沒辦法到 因為上面沒有郵局 嗯 太平島有啊 沒有 釣魚台沒有 所以說你把釣魚台 也 嗯 嗯 嗯 就是 那時候要壓住大家怒火來說的情況這樣 就不得不這樣做 但我覺得釣魚台至少大家會注意 因為漁民會在那邊哭 但是 以南沙來說好了 除了有以外 對我們來說 一般民眾來說 啊有 我知道很值錢 可是開採也 也賺不到我頭上 但釣魚台的話 他對於民眾來說有 立即的利益所在 所以大家相對來說 反而比較關心 嗯 黃博士 要不要 發表一下 黃博士還沒有 這個狀況 所以 對 其實我剛剛的好奇就是 今天會來的人 真的都是 關心 關心真母暗沙 關心太平島的人 是齁 那我 那我順便答書好了 我之所以 今年會再去太平島 因為我要寫書 已經寫好了 準備要 準備要 是遠景 那 我之所以認識黃博士 就是上次 我從太平島回來之後 就採訪他 黃博士他有 質地有深的見景 剛剛我們有講到 U型線的事情 那個 如果大家沒有別的問題 那我們就先 原則上 形式上就先拍拍手 我們謝謝 黑板槍 謝謝 謝謝 那之後我們應該還會有很多 就是 談 談南海啊 談正母暗沙 也許只有這一次 因為沒有別人去過 呃 因為其實 也是要跟大家 道個歉 因為我原本 想說今天晚上剛才取消好 我還跟 張正說 人那麼少 該取消算 何必浪費 佔用這個時間 所以我 不然的話其實我 我有很多很多的照片 其實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 張正說啊 就說不定會有人來 就 來喝個酒也好 所以 我就沒有 弄太多的照片 不然的話其實 呃 就像 我們在Facebook頁面上 那張燈塔 跟有月亮的那張照片 其實 呃你們有 有上去嗎? 燦燦熟光的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 呃 一般我們的媒體 也都拍不到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只有 白天的燈塔照片 可是 晚上的燈塔照片 拍不到 就是因為 大部分的記者是做 剛剛說的C13動 到太平島 可是C13動的 慣例就是 早上去 下午就要回來 所以記者 沒有辦法在上面過夜 那我們那時候因為 是坐船去 所以我們在島 第二次的時候 我在島上住了4天 第一次的時候 遇到台風 住了10天 所以等於說 太平島上的 一草一木 大概我們都 看得非常清楚 那也都看得到 最早的太平島 沒有燈塔的時候 越南佔領的 越南佔領的 敦遷沙州 上面已經有燈塔了 每天晚上 越南的燈塔的燈 是照得到太平島 就進到這種地步 等於說他們一直在 看我們的一舉動 所以直到去年的時候 燈塔完工 我們才可以再把光 反射照出去 就是在晚上說 兩照光照來照去 至少 等於說 輸人不輸正的感覺 不然我們也 當時就只能 被人家像拿著手電筒 盤問你的那種感覺 所以 現在去太平島碼頭也有了 機場也延伸了 所以 雖然有環保人士抗議這些行動 不過就是 對國防來說 可能就是 有它的必要性在 當然 2012年 我們去太平島的時候 那時候機場 才剛完成沒多久 那那個時候 環保團體 它最詬病的地方就是 為了蓋機場 他們是把 老樹用砍伐的方式 並且砍伐之後把它焚燒 來清理掉那些樹枝跟樹葉 那太平島鳥也少了很多 不過 我後來訪問 方立行老師 他也是海洋 研究海洋很重要的一個學者 那時候也是南沙 國家政策綱領召集人之一 所以他那時候是說 我並不是說 國防不重要 但是樹 它其實可以用移植的方式 有一些很珍貴的老樹 為什麼要用砍的 用這麼粗暴的手段 來對待這些 一百多年的老樹 而不是想辦法把它移植到 不會影響到跑道的地方 所以這是 國防跟環保上的拉鋸 但是現在 雖然至少 跑道已經蓋好了 國防上 我們希望它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說 你可以說 你在那邊 在島上住 多少 十天 第一次的十天 在幹嘛 在幹嘛 有一碗是跟指揮官喝醉 就是看東森的那一碗 我本來想太 越南 越南要包圍的 今朝有酒 今朝有酒 呵呵呵呵 結果喝完 越南還沒有來 因為有一碗是跟指揮官很開心 我們就三個人喝了一瓶高粱 然後就醉倒了 那其他的時候 前幾晚 我們很認真的在採訪啊 那 我們知道 旺安綠西龜的寶玉很有名 對不對 不過 我去旺安採訪的時候 事實上 我沒有看到綠西龜 它不見得每一碗都看得到 可是太平島你每一碗都看得到 你至少看 會有四五隻上來產卵 那 白天的時候就會有小烏龜這樣 往海裡沖 這些都是太平島 寶玉有成的一個現象 你都可以清楚看到 沙非常的白 太平島的沙比東沙白 就是你們剛剛拿到的那一瓶 那我第一次 嚇到一隻綠西龜 我覺得 我是環保的罪人 因為我們第一次 沒有經驗 我們在島上走 我沒有想到這麼多烏龜 結果那隻烏龜剛上岸 就跟我還有我的攝影搭葬 撞個陣場 我們就在沙灘相遇 然後烏龜下掉 我們也下掉 後來他就掉頭就走了耶 因為綠西龜他對環境很敏感 只要他發現島上有什麼 他覺得敏感 或他覺得危險的話 他就寧可不拆軟 他就要再找別的地方 所以他就游走了 後來我就很自責 我覺得 人家可能要憋著了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感覺 不過總之 是不太好的事情 後來 我們就開始 越來越小心 結果我們就發現草叢裡有撥土的聲音 就是有點像狗狗尿尿之後撥土的聲音 後來我們就慢慢的把頭探進去看 原來是綠西龜已經在產卵 他會邊產卵然後邊撥土 他弄出一個坑 最後再把蛋埋起來 後來我們就開始拍攝 拍到一半的時候 綠西龜也發現 不過因為可能 箭在弦上不得不怕 所以他還是產完卵 然後我們就跟著他一直這樣拍 拍到他游回海裡去 所以有一個晚上 有一個晚上我們在 好幾個晚上我們都在拍綠西龜 只是我們在島上做的事情 那其他的時候 嗯 晚上我們在幹嘛 我想想看 啊 看電影 太平島它有蚊子電影院 我們遇到兩個禮拜五嘛 每個禮拜五會官兵同樂 就大家吃爆米花喝飲料 然後坐在廣場 指揮部前的廣場上有個大螢幕 官兵就開始看盜版電影 那個盜版也是沒有辦法 因為收不到訊號嘛 所以每次的芯片就是 運補的時候 運到島上來 然後每個禮拜就這樣輪流播放 現在還會票選啊 比如說我二月份看的是奇異博士 還算新 大概 那第一次看的時候就比較久 那時候可能交通比較便 呃 是李奧納多得獎的那一部分 反正已經離台灣播放過了 但是早上阿兵哥還是看得很開心 那我也遇到兩次太平島的電信革命 我第一次去太平島的時候 太平島的島上只有公用電話 那中華電信的幾個工程師跟著我們一起上島 他們就架設了3G 所以 我們到太平島的第一天 被越南的訊號蓋台 所以我們 是用國際漫遊的 這其實也是對主權的一個傷害 因為你的 你的主權國家用的是別人的網路 所以 隔天之後 突然就變中華電信 那我的搭檔是用台灣大哥打 不通 所以他回來之後就換中華電信 他跟我說 我以後到太平島要打電話 所以我要換中華電信 我就說 嗯不知道哪一天還會再去 結果我們今年還真的又去了 那我們這次去的時候 因為3G已經要被淘汰了 所以中華電信又裝了4G 所以現在島上其實是可以上網的 那我就說 那這樣還有什麼國安機密嗎 阿兵哥每天打卡上傳 說不定越南人給他嫌害 傳到蹲遷沙州去 結果不是 他們有用一個 其實工程上的 沒辦法打卡跟傳照片的那種軟體 你可以上網 但是你沒辦法把這些資料傳出去 我不知道那個東西叫什麼 不過 好像是有這種東西 就有點像 大陸的防火牆那樣子 就是沒有辦法把資料外傳 好 那還是其他要問的 就是那個 秘密也不能公開 你就私下 你再問 那沒人 是他沒有分罪之前 我待會再請他合避 好 謝謝 一評一台五耶 喝不了多少錢 太貴了 好